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政才过去是共青团作为未来接班人培养的一个重要的高官 据说有人看好他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总理 但是后来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说起来说他是个人的贪腐严重 包括个人的生活作风 据说他有私生子而且还不止一个等等这种说法 但我想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腐化 而在于他有政治上的这种诉求 或者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有政治野心 非组织政治活动大概是这个表述吧 就这类的表述就说明没经过中央批准 自己私下里搞一些串联 搞一些组织活动 其实这个就很奇怪了 如果你不搞活动的话 你如果跟其他官员不来往 那有人会认为你不团结自己的同僚 不团结同事 在干部中你不团结 但如果你私下走动 那就是说非组织的政治行为 就有可能被看作是有政治野心的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欲加之词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吧 就是说应该说中共的这些潜规则 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 他究竟为什么会失去他的政治权利 政治地位甚至成为囚犯 那么我们其实借此案例可以告诫所有的中共高官 就是不要看你今天非常的得意 也许你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 因为中共是不讲法治的 甚至他连人情也不讲 他只讲权力 只讲这个内部的这种勾结 或者讲内部的这种站队 你如果不能成为最高权力者的这种心腹 那么有可能你就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